女孩无意中绑架了一位顶流男星 如果把他放了怕他报警 可不放自己就真成为了绑匪 经过一番名思谷响后 女孩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决定放了男星江俊赫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和他签订一个信任合约 维期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和平相处 只要期限一到就放了他 两个人互不追究 因为严淑已经计划好 在六个月内坚持打工存够钱 然后远走他国 俊赫也同意了他的合约 但表示六个月太长只能接受三个月 最终拿成一致 其实俊赫的目的是让严淑放松警惕 可当他提出截开手上的铁链时 严淑只是给他调换了位置 给出的理由是 手放在前面 以后上厕所时就不用再找他帮忙了 趁严淑不备 他就先跳起举起铁链砸向严淑 却没想到严淑单手将他接住 最后一拳又将他打飞 俊赫只能面对现实 准备先下不平等条约 但作为寒流巨星 俊赫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严淑必须满足他的生活水准 关在房间里无非就是吃点食物 严淑想都没想就爽快答应了 千字画牙签约完成 俊赫经纪公司这边 之所以一直不报警 就是因为捧红一个明星非常不易 一旦出现负面新闻 不仅是一人就连经纪公司都要受牵连 耳头都向警方提供失踪线索的人 这是俊赫同一个经纪公司的迷论 刑警也通过某所调查 查询到俊赫消失的街道 也看到了誓言书背走了俊赫 俊赫这边签订好合约后 他向严淑提出生活标准 衣服他只专宇航员限量款 套菜只是欧洲进口 矿泉水纸和非洲原产 床品必须是中国难通的 九远八筒都必须在阵斗按摩的 这就是他平时的日常生活 如果不按合约旅行 即使到了三个月他也不会原谅严淑 严淑计划只要存够钱 就可以溜之大致 只能咬牙坚持答应他的要求 现在必须拼命打工赚钱 上午要起八米高的大货车 中午再办成杜宝宝发传单 下午去几年没打扫过的公共厕所 租卫生 一直忙到晚上回到家 还要支付给影区看管俊赫的费用 以为终于可以休息时 俊赫表示自己要喝牛排吃红酒 牛排必须是没结果婚的北极牛 红酒必须是十年以上的南极红 也说只好到进口超市去买 可按照俊赫给的清单 一块牛排比他一天工资都高 回到家 就要马不停蹄地煎好六分熟的牛排 轰轰轰轰端给俊赫 早上要准备好五十八度的牛匙咖啡 饭肥变成了宝物 俊赫则一直在寻找逃跑机会 这叶叔不在家他拼命和邻居证明 自己就是寒流巨星江俊赫 但是他越着急证明 小薰就越怀疑他是个神经病 这天又有人敲门 叶叔知道肯定又是邻居来蹭蹭喝 打开门 原来刑警根据监控核调查轨迹 派查到了严叔家里 房间里的俊赫听到后 高兴地大声呼救 与此同时 外面的刑警也听到了房间里又声响 直接推开女孩走进了房间 严叔此刻已经非常紧张 问他怎么可以死闯明宅 刑警拿出了那晚他背着俊赫的照片 这是刑警锁定了里面的卧室 直接拉开了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